近期正风热线报道 富宁县沟敦镇一座拱桥安全隐患凸显 严重影响了附近百姓的生产生活 却长期得不到修缠的问题 目前省财政厅基层局和省交通厅公路局 组成了工作小组赶到富宁 协调解决微桥改造问题 节目中报道的这座微桥叫严富河桥 位于富宁县沟敦镇雪泉村 桥身为砖拱结构 桥长26.5米 宽3米 桥拱多处断裂 护栏多处松动 调查组了解到2008年起 当地就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维修 2011年 富宁县交通局申请立项 为公路桥改建项目 但是由于自筹资金没有到位 2012年这项计划被取消 同时沟敦镇财政所 以农桥建设项目向上申报 并进入项目库 农桥是都是省息把子进 都不要我们自筹都很好 但关键就是农桥鲜 像他现在要求这条公路 他要去积到这个 肉米子上 我们现在只能积到 农桥只能积到4米多 经现场勘查 督察组认为 严富桥仍适宜以 以公路桥标准改造建设 为了避免项目重复申报 督察组建议 将该项目 从农桥建设项目库中剔除 回归到农村公路 提档升级计划中来 作为农村公路桥进行建设 最终经过测算 新建严富河桥需要41.4万元资金 省级赋宁县相关部门都表示 将尽快筹集项目资金 启动微桥改建项 我们希望这座民生桥 能够早日建成 来解决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问题